本节目由歌声八婆奥戴利为你吃瓜播报,不得不说创造101这档节目在花样上热搜,感觉土创确实是个神奇的节目,选手飞不飞都是随机抛出,像杨超越王局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杨超越过度消费后,遭到许多网友10名dis,有着胖虎之称的高秋子,却开始疯狂遭到扒皮,自从公布进入决赛名单之后,高秋子,继杨超越王局以来被爆负面,这不得不引人深思,看过101的观众都会知道,高秋子的排名基本稳定在第9名左右,而且高秋子的背后公司力量也比较强大, 出道不是没有可能的,加上小姐姐卖的一脸好表情包,那算得上分非常稀粉了,她对于自己的认知也是蛮真性情的,她说,都是走女团的,一定要瘦瘦高高,然后长相清纯也好,或者怎么样也好,但是我真的没有一条符合,而后,她还补充道,我觉得走这条路的好像,胖子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, 而且除了表情包,高秋子的唱歌能力也经验过四座,看上去的话,真性情不做作的个性,应该是蛮讨人喜欢,不容易招飞的,但是呢,自从上期上期排名公布后,高秋子意外跻身到了前11位练习生名单中,网络上的跻身就一夜之间冒了出来, 据悉高秋子背后的经济公司,是上海最大的新传媒公司之一,老板韩语琴是达弗尼蒂老板娘,自己是北人毕业的张国立的学生,老公鞋王陈英杰,是弯弯音乐轩的熟客,和人嫌奇是发小,背后公司强大,有媒体博主直接表明,蜜蜂少女队,肯定会买下一个11人出道位, 而且蜜蜂少女队一共就派了三人,寒灾人气不足,徐梦杰人气还行但是公司有希望他回去买新团,所以蜜蜂队出道位是包给了高秋子,还有更有人发现高秋子低素质的证据, 一,抢刘仁宇趴二,甩桑杨云请手,三,按小期赖美云话筒,早期的和三位握手时的动作和表情,公演高秋子的直拍里该走位的时候貌似没有走位,反而顺手一伸腿,挡住了要走位的刘仁宇,刘仁宇明显顿了一下,然后从高秋子的身后,饶了过去走了过去,接着又跟上了节奏,仔细想一想, 但凡进入人气高的一批,似乎都被腾讯拉出来616了不得不钦佩,再保持热度上101真的是厉害了,好啦,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,欢迎各位在评论区,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,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,嘻嘻嘻嘻嘻,喜欢就赶快订阅吧。